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一末天乱想睡着 看到了云朵上的今夜 太忙了变老 难过这过太红角 万一快哄我睡觉 花又吃掉无成宝 醒来看到水晶蟹 挪满了蝴蝶 怎么赴约 Oh baby 闭上眼睛 梦里掉绝 一千里也细时纠结 Because I love you I don't wait for you My heart is so good 一起满流 Woo You I don't wait for you Woo 还不快点牵挂 Woo 人影中有怪兽 还藏着温柔宇宙 我们一起买了 一起往前往前走 You I don't wait for you 看看眼前已不朽 Woo Because I love you I don't wait for you My heart is so good 和你左右 Woo You I don't wait for you Woo 你手紧着我手 Woo 你心中有怪兽 唱着温柔宇宙 我们一起买了 一起往前往前走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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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wait for you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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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谁啊 你怎么在我的位置上 我是新来的花医师 是人事部分配我坐在这里的 对了 这是你的东西 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 什么 要把007调去当门店的店长 是啊 这是博总亲自下达的人事任免 可是 他是不会答应的呀 他还不答应啊 这才几个月功夫 他的升迁速度 都已经破咱们公司的记录了 反正 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对了 波浩 你也知道你做的亏心事 所以躲着不肯见我是不是 姐姐 对不起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救我 我不怪你 之前的事情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你为什么还要跟葛于怀呢 我没办法释怀 我差一点尽数害死了我来的人 我 从来没有这样厌恶过自己 你有什么我都可以帮你 爱可以解决一切 我看书上说的 书上一定没有说 爱情会让人变成瞎子 让他甚至看不清自己 差点以为 这样的自己 真的能获得爱情 波浩 之前你说过 只要我做出辛苦 你就会对我回应 这就是你给我的回应了 大骗子 我就是个大傻子 我就是个大傻子 比起受骗子 骗子 更有痛苦白白 因为 他要坠入地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把零零七叫走了 你明明那么喜欢人家 干嘛非得一撵人家走啊 你怎么活得那么拧帆呢 他就好像是叔 我是桃 我越接近他 就会把他缠得越紧 缠到他见不到天日 缠到他无法呼吸 最后 一定会害了他的 老板 你太悲观了 为什么不能往好处想一想呢 你不能就这么轻言放弃啊 我试着努力过了 但经过这次的事 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努力一次了 可是你不觉得你这样做 对了零七太狠心了吗 我就没有能力去爱一个人 我就不配拥有爱情 我的爱 只会让我爱的人 受到伤害 可能这么做 你心里更难过吧 秦秦 秦秦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你别吓我啊 你别什么事都憋在心里 想哭就哭 想吃就吃 我也觉得这个博海 这次太过分了 你千万别憋住内伤啊 急死我了 你倒是支个声啊 支 秦秦 你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看来这个零零七 是知难而退了 人家知难而退 你也没有机会趁虚而入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机会啊 撞难强了还不死心 撞难强了还不死心 诸实不顺 肯定是水泥 大家都到齐了吧 今天呢 是咱们公司的例行活动 自节日 博总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来增强大家 对环境保护的意识 接下来我来分配一下任务 大卫和思思呢 负责会议室 珍奇和小易 负责会客厅 墨南宝妮 你们两个就负责露天花园吧 陈秘书 我能不能跟珍奇换一下 好啊好啊 谁问你了 可以啊 只要你们双方没有意见就可以 他来平时不是最好吗 今天这怎么了 我好像 闻到了一丝八卦的味道 折腾了一大圈 又转回到了原地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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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们新来的店长吧 你怎么来了 你就是我们新来的店长吧 走 快跟我进去吧 我要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的新店长 零零七 你们知道吗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他就用火箭般的速度 从一个小小的销售 成长为了我们的店长 堪称我们公司的神话 店长 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我决定了 以后要以店长为偶像 努力工作 快去忙吧 好 欢迎光临花家 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位 刚刚从总部调来的花艺师 负责过何明朗的电影布请 对 就是我们店长 你好 太好了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的设计 特别欣赏你 我想请你做我的花艺师 是 是这样的 我太太刚刚生了孩子 你看我 这也算是老来得子了吧 这一得可不得了了 是一对龙凤胎啊 他们都说我 这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 你说 是不是啊 你 你好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这个月的迷藏主题花束啊 叫做冬日暖阳 我们用杨洁梗 游家利益 搭配热烈的真电花 重瓣玉吉香 温暖的橙色调 带来阳光般的热情与活力 是 我 其实 这个方案 我们设计部也 并不是很满意 因为这个方案 和去年年底的主题花 相似度太高了 博总啊 您看我们要不要 那就按这个方案执行吧 贝贝的事就散毁了 哦 哦 我知道了 好的 你看看你们送这花 都不听到菜上了 白色好看 有花太丑了吧 我不管啊 太丑了 我不要了 现在已经离开我了 是不是要赔我辛苦了 赔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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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 你的这到底奥运的 他要花这卖的什么花 又白又黄 你们重新的吧 自己拿回去看看 让我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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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看这是什么呀 是在侮辱我沈美吗 是狗艺术的 这不是流氓 这不是流氓 我都报回他 你干嘛这 这都什么呀 小姐有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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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新花的製訓事 什麼時候? 讓他們再等一會兒 怎麼了? 波總 人事部接到客戶投訴 投訴我們一個門店店長 工作態度消極 三天內他被投訴了五次 按照公司的規章制度 这种情况要直接被开除 罗总监说他不好定夺 让我过来问问博总的意思 哪个店长啊 这么过分 007 不行啊 那个 告诉罗欣妍 让007先休假一周 她的投诉一律再不处理 好 好 公司不分 再这样下去 公司上下肯定会有看法的 你就理解一下他们这些失恋的男人吧 他们都一样 这叫口闲 体症值 这都什么毛病 这是病啊 得治啊 你有什么特效药吗 给我也开点呗 你我才拦得惯呢 但渤海的病必须我来治 我看你也病得不轻 你这叫情感中毒 痴心妄想 我这叫情感策略 你懂吗 你们这帮蠢男人什么都不知道 好了 我要去好好计划一下 拜拜 拜拜 我是蠢吗 我蠢我才喜欢欣妍这样的蠢女人 我让你要带我来 我看你屈了 你病不过来 好 他给你霉气 你怎么了 真的是 我好不愿来一次车 怎么还遇上 这么不讲理的人啊 倒了没了真的 回收各类 小美女 中美女 大美女 小可爱欲姐喽 请问你是小可爱吗 小可爱要用车吗 谢谢 好了 到了 琪琪 琪琪 我朋友的花艺公司正在招人 工资待遇都比现在好 我挺心动的 你要是现在干得不开心的话 我们一起跳槽啊 没事 这个挺重要的 不着急 你好好考虑 我等你消息 好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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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恭喜你发财 我恭喜你心态 现在的年轻人啊 谈恋爱根本不像我们那个时候 只要关系一确定 发展的那个快呀 那像咱们那个时候 谈啊谈啊谈啊 也谈不出个什么来 那这么说 你们琪琪跟那个渤海 好事将近了 那你不是很快就要当上 霸道总裁的丈母娘了 借你们吉言啊 以后到我店里 通通给你们打九五折 整什么店啊 以后整个花店啊 和那个上市公司啊 都是你们家的嘞 我怎么听说你们家闺女 被发配到一个很远的门店 去当店长啊 那个 那是总裁提拔她 喜欢她 想方设法地让她进步 提拔她还进步 还不在公司内部提拔 把她弄到那么远的一个门店 去当店长 人家谈恋爱都是使劲吧 怀里拉 你们家这个倒好 玩儿被往外推啊 你一招 最好的听过来 你一招 你一招 最好的听过来 你一招 我就不明白了 你要带她走 她有什么可犹豫的 她都不知道你为她做了多少牺牲嘛 你一招 你知道吗 我最近特别喜欢这只山崎二十五 我觉得它有一种 奇妙的柔润口感 酒精虽然不小 但肉口很丝滑 厚味儿 缓缓而来 而不是咄咄逼人 很像我现在的心情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在不久之前 你最喜欢的还是福泽家 是吗 我好像是变了 你确实变了 原来无论对事业还是感情 你都是不知疲惫地一直在进攻啊 可最近呢 最近你不停地闪躲 甚至在逃避 我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能鼓起勇气 勇往直前冲过去不好吗 这边 感情不是商场上的交易 一味地攻城掠体 不会给你带来快感 反倒是有些时候 默默地守护 更让人觉得安心 即使最终不能拥有 也觉得值得 一 二 三 四 五 七七 七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被 李立军那个乌鸦嘴给说中了 你们不是挺好的 就差这么一点点了 现在出什么事了 她有问题 什么问题 她有病 什么病 有点小毛病 小毛病 七七 你不能因为人家有点小毛病 就嫌弃人家 放弃人家 在伟大的爱情面前 你怎么变得这么功利呢 我告诉你啊 妈妈很不满意 一 二 三 五 七 七 墓南 什么 你 墓南 我失恋了 以前我每次失落的时候 你都会想尽办法来安慰我 现在的我 真的感觉到好无助 你可不可以抱抱我 我 像姐妹的那种 谢谢你 莫楠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我终于想明白了 你不是说你有喜欢的人吗 那个 宝妮啊 那个 我喜欢的人其实 我不管你喜欢的人是谁 但是我决定了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在这个地球上 有七十亿人 宝妮 我好不容易碰到 我真心喜欢的那个人 你不要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啊 我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呢 我有信心 以我的颜值 我的魅力 还有我这么多年纵横情场的经验 我 陆宝妮 是绝对不可能输的 陆宝妮 是绝对不可能输的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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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哟 如何至于动用心理疾病 创伤后精神压力紧张综合症 创伤后精神压力 是在遭遇或对抗 重大压力之后 其心理状态产生失调 后遗症主要症状 包括噩梦性格大变 情感解离易怒 警觉失眠逃避 会引发创伤回忆事物 引发创伤的治疗方法 创伤压力症 可以通过行为矫正 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行为矫正是属于 人类和动物进行 分析和矫正心理学的领域 又可以称为改变弧行为症 天爷啊这是 连老天爷都在帮我 让我不要再继续 消缠下去 要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 小薄海啊 你不是有病吗 我能治 加油 又去给薄海仙音节啊 你让开 别耽误我追求幸福 追求幸福 你没事吧 人家早就把这条路写上 此路不通了 只有你傻乎乎的 一个劲往里闯 这是我的事 你少管闲事 这不是你的事 这也是我的事 既然你执迷不悟 我就只能以大无畏的精神 牺牲自己来挽救你了 欣燕 这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 我喜欢你 你神经病啊 神经病啊 七七 赶紧出来吃早点了 豆浆一会儿就凉了 豆浆一会儿就凉了 我决定了 我不会放弃薄海的 我出版主 要用自己的力量 治好他的病 我们家七七 真是懂事了 长大了 妈妈给你点赞 再给你十个安赞 闺女 拿错书了吧 没有啊 宁明学 医学都是相通的嘛 那人它本身就是个高级动物嘛 再说我也是张儿八经学医的呀 就是 你女儿是学 学兽医的 而是方法不是重点 重点是要有愿望和决心 有智者是进城 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干吗 早啊 早啊 昨天的题我已经想过了 我不打算离开花家了 但你留下来 除了给自己添赌 我还能有什么意义啊 我已经想通了不赌了呗 我打算和渤海死磕到底 他这么对你 你还想跟他在一起 我跟渤海吧 怎么说也是一见亲心二见钟情 这么难得的感情 您总得尽心尽力的才行 零零气啊 你真 没心没肺 没心没肺 活着不累啊 你就让我继续当个 傻瓜花痴就好了 你开心就好了 我开心 为了我喜欢的男人 我得去打工了 加油 零零气 我走了 记者提压 这只需要产生水保湿就可以了 谢谢官蜜 GoPro 请外 söyleye 픽 大家早啊 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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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这周不是休假吗 我不是前些天不太舒服吗 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谁让你们店长我是学医的呢 不但会插花 我还会治愈人心呢 是啊 之前就听博总说过 这些花花草草啊 是可以抚慰人心灵的 这些天我可是听说了 投诉量直线上升 还有我们的销售量 也直线下降啊 对不起大家 都是因为我 不过我现在已经拿起精神了 让我们将来一起努力 为了销售额 为了业绩 为了博总 加油 努力 奋斗 加油 加油 努力 奋斗 奋斗 解散 挺好的 这是新大的铁线帘吗 这得两天换一次水 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换水了 快去看看有没有新的 好 我去酷帆看看 得把这把换掉 你帮我查一下 咱们进入多少 好 先生你好 欢迎光丽画家 用鲜花点来生活 我们店里新到的花 有黑美人玫瑰 花岛的铁线帘 还有扣地玉心香 随便看一看 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或者装地你的办公室 都是很好的选择 把这擦干净别人看一看 欢迎光临 陈秘书是来视察工作的 这是咱们库房 我是来买花的 买花 波海 我要让你帮我做一束花 一束 求爱的花 一束绝情花 你恋爱了 不像吗 虽然说一直以来 我也刻板严肃 不苟言笑的硬汉形象时人 但我其实也是一个温柔似水 感情丰富的男人啊 亏我拿他当兄弟 他竟然想炮我 岂有此理 我要让他彻底撕着这条心 之所以找你来当我的花医师呢 是因为我觉得你最懂我 波海 你是最能够体会我的心情 我们好像也没那么熟了 错 我们都一样 是在感情里受了伤害的 小可怜 我们都一样 有一个想甩 却又甩不掉的情感抱负 苦苦地 暗恋了他们那么多年 当我们鼓足了勇气 向他们表白的时候 他们却淡淡地说了一句 有病吧 既然不可能有结果 还不如尽早脱身 这样对大家都好 当心眼拒绝我的时候 我的心都碎了 你喜欢周欣妍 周欣妍 无所谓则 诶 我的花束 主题是永恒的爱 我的主题是 寂静也情 你说过 优秀的花艺作品 是情感集团 有浓烈的情感表达 更有质与人心的力量 我觉得我这次肯定能赢你 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我可从来没输过 输给我这样可爱的姑娘 也不丢人 怎么还拉黑人呢这个人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让你哭着喊着求我嫁你为侯 我还要坏你为侯 他还要但我爱的 你得行吗 我只要不就 你凯那么 prone 我把你捯到的 太多了 我把你灭累了 我怎么把我都疯了 大家一起看看 那你一定会输的 趁你还没有遍体鳞伤之前 赶紧滚蛋 这是我作为朋友 最后的忠告 少吹牛了 只要我坚持下去 早晚有一天 你会爱上我的 谁那病啊 盐 就算我放弃全世界 我也不会放弃你的 台词太浮夸了 那我下次换几句啊 来 保妮 保妮 咖啡 保妮 见过 见过 以后你们别对我 献殷勤了 我有喜欢的人了 保妮 我们都跟你下过决心了 就算是你拒绝我们 我们还是会 一直追你的 对对对 你喜欢你的 我们喜欢我们的 咱互不干涉嘛 我喜欢的人她就在公司 你们老是这样 她看了会不高兴的 不是 保妮 你不是一直用这个理由 拒绝我们吗 难道 这回是真的 她谁呀 你告诉我 她 就是 帮我按一下三楼 谢谢 小姨 帮我按下三楼 霍南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是公司所有男生的公敌 你记住 黎狗粮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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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有事情跟你讲 我想了想啊 让七七给渤海治病这件事 不靠谱 你想啊 给小猫小狗治病 那还得要执照呢 何况是人呢 是吧 所以啊 可不能由这七七的性子来 你说万一给渤海治坏了呢 再出点事怎么办呢 你想多了 我还不知道吗 并不能随便找人看 我早上那么一说 我就是为了鼓励七七 那你不早说 这么多年我俩第一次想到一起去了 那二单元老薛的儿子 不是医院的吗 麻烦他找个专家 给渤海看看不就行了吗 不用了 我今天出去 已经找到了 这么快 看见没 专制各种感情的疑难杂症 出轨了 劈腿了 痛痛打下 什么灵丹妙药 别瞅 桃花符 很灵大 我先回去了 走 我还准备了一大堆话想劝你呢 你倒好 这么快就满血复活了 我这一肚子话白背了 那是 我是谁啊 话说回来 你是打算继续聊莫南了 我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男人 就这么被他给甩了 多没面子呀 到哪一步了 汇报下情况呗 今天我在公司正式宣布了 喜欢莫南的事情 我相信 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心理暗示 可以直接影响莫南的情感走向 引导他一步一步地 爱上我 在北林一人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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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成云烟 火焰成云烟 一场梦 穿过多少黑暗和崎岖 才看到你 绽放摇远美丽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无能为力 说只能爱你 预爱你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了千万句 我想你想你 在白天黑夜里 每一朵花都在寻觅 听见花开的人 听见自己 梦里 每个我都会遇见你 会看见你 耀眼那美丽 闭上也听见了话语 说无能为力 说自然爱你 爱你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了千万句 我想你想你 在白天黑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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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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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